歡迎來到卓遊俱樂部的遊戲教學 這次介紹的遊戲是三隻小豬 是一隻簡單的遊戲 適合2至5個人玩 大約會玩20分鐘左右的遊戲 這個遊戲的盒子很漂亮 因為這個系列會做成一本書 這個盒子很漂亮 有些說明書 我已經全部拿出來 其實裡面是有個真的三隻小豬的故事 如果大家未聽過三隻小豬 就可以看我的故事 先講一面的配件 配件有五粒色 還有我們有這樣的板塊 板塊是 稍後我們會分為茅屋、木屋和磚屋 每款都有門、窗和屋頂 我們將它這樣 門就變成狗洞 然後還有一個鱗 稍後會轉這個鱗 螺 還有五粒色 黑色和白色 稍後再講一些分別 稍後我們在這個遊戲 最後是鬥高分贏的 稍後我們會到輪流 做事 到這個時候 你有三次摘色的機會 什麼是三次摘色的機會 譬如你摘一次之後 可能會說 我上次不喜歡 我想保持它 然後再回答第二次 我又想保持它 最多摘三次 或者說 第一次摘一次之後 我想保持它 都可以 沒有所謂 最多三次 你摘完之後的結果 是什麼 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門 有門 譬如有三對門 你今次可以買一些 成本是三對門的東西 這些就是門 譬如你買一棟 這個就是個Cost 當然是磚又貴一些 一個便宜一些 但也危險一些 稍後再講 就好像故事一樣 賣屋是比較危險 譬如你買這個 以此你推薦 如果說你走兩個窗口 就可以買一些價值 是兩個窗口的東西 當你買回來的時候 你第一個屋 你可以放什麼都可以 雖然你放什麼都可以 你可以放門口 或者窗口 可以 譬如窗口 也可以 之後你再買 你不同的配件 都可以拼合出來 我告訴你 一棟屋裡面 可以是門是矛 窗是磚 無所謂 因為窗口可以無限 但每一棟建築 門口和屋頂 最多只有一個 假設你變成這樣 之後可以再加一個門口 怎樣也好 但如果你想買屋頂 就這樣 叫做完 要完成這個建築 窗口有多少個都可以 但門和屋頂 只有一個 當有屋頂蓋好之後 就叫做完 結束了 之後就可以計分 到遊戲完結的時候 而此來推好了 為何我們要說 為何我們的色會有分 黑和白呢 因為當你窄色的時候 有機會窄中狼 如果窄中狼 你就必須強制保住它 當你這三次窄色的機會 只要你出現了兩隻狼 或以上的時候 那我就會有一個狼 就會出現 這樣就會變成狼 如果變成狼 那就選擇一個玩家 譬如今次我選他 我選他 我就選他這棟的建築 指定哪個建築 接著我就轉這個櫳 如果轉到那個地方 這個矛 這個木 這是磚的 如果轉到這個配件的質地 這個是木的質地 這棟建築的 就會勾走 勾走 這是一個摧毀別人的事件 你會看到這個嵐 矛屋是比較多的 所以矛屋是比較危險的 好像有故事物比較危險的 好了 我們如此類就這樣玩 直到我們外面有九格的東西 我們有人數這麼多格 沒有完 就會完結 完結之後 我們就去看看 那些建築的小豬 這個小豬就是分數 再凌加 你有幾盆花 就再多一分 這個遊戲 我們最後 最高分的 就會贏出這個遊戲 三隻小豬的遊戲教學 就到這裡為止